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文化街区企业等 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深化改革开放 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等进行调研 总书记的到来让广东干部群众深受鼓舞 大家表示一定牢记嘱托 进一步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真抓实干 奋发进取 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国前列 创造新的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第一站 来到的是越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 在潮州古城东门外的广记楼上 习近平总书记观看 飞移项目传承人代表的现场制作演示 今年72岁的康慧芳 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潮秀国家传承人 从事潮秀创作五十多年 总书记特别光注我们这些潮上人的潮上文化 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文化底液 我们有这么好的手艺 我们又用这些手艺这些项目 我们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品牌 让年轻人 让外国人也慢慢喜欢我们的作品 喜欢我们的文化 我应该实无旁贷地 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台放街位于潮州古城文化旅游特色区的中轴县 是潮州的一个文化地标 总书记走进街边商铺 向他们询问富商富市怎么样 生产生活还有什么困难等 总书记到我们外卖档口这边来之后 就是私心的询问了一下 我们这个牛肉丸的一个保质期 然后还有就是每晚的一个销售价格 总书记还关心就是疫情之后 我们这边的互工互产经营情况 就特别关心我们就是普通商户 年初由于疫情的影响 我们餐厅停业了差不多两个多月 后来政府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 这些措施都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也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这些年潮州积极探索文保单位活化利用工作 实施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模式 让文物保护 非遗传承和文旅发展成果汇集人民 总书记这次来到这里 要求当地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 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 延续城市文脉 我们坚持保护为主 合理利用加强往里的原则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覆盖光通信 电子新能源等领域 50年来坚持自主创新 其中电阻器用陶瓷机体等多项主导产品 市场占有率居全球第一 总书记希望企业掌握更多核心技术 前沿技术 增强企业竞争和发展能力 正如总书记所说 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才 来进入我们这个研发平台 也要实施更好的人才的一个 激励的政策和机制 为我们企业的发展 提供持续的这么一个动力 汕头 百载商部 桥通四海 在汕头市桥皮文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 桥皮历史和潮汕华侨文化介绍 每一个每一个看 他把下面的解说词自己都念出来 一封封的桥皮 记载的是华侨的奋斗史 体现了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 桥乡是汕头经济特区的金字招牌 和显著优势 汕头现有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500多万海外华侨 华人和港澳台同胞 汕头经济特区成立40年来 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5000多家 实际利用外资93.8亿美元 其中近九成是桥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 做好桥的文章 汕头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汕头深入调查研究 认真思考谋划 找准定位 扬长臂短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我们将全力以赴推动汕头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再出发 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加快建设 现代化沿海经济的重要发展集 奋力开创汕头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广东考察 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时代勇力朝头 奋发有为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习近平总书记 在汕头考察时的情景 13号下午 习近平来到汕头市小公园开布区考察调研 汕头自1860年开布以来 见证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屈辱历史 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 习近平走进汕头开布文化陈列馆 了解汕头开布历史和经济特区发展成就 听取汕头市下一步发展规划情况汇报 习近平指出 汕头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后 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内涵 条件 要求 同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 希望汕头深入调查研究 认真思考谋划 拿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来 路子对了 就要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 久久围攻 要充分利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 找准定位 扬长避短 以更大魄力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随后 习近平参观了具有潮汕桥乡特色的 桥坯文物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 将连带加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寄回国内 这些桥坯成为研究近代华侨史的珍贵档案 习近平听取桥坯历史和潮汕桥文化介绍 他强调 桥坯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 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也是中华民族蒋信玉首承诺的重要体现 要保护好这些桥坯文物 加强研究 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 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 并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 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桥乡 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 加强海外华侨工作 引导和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 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汕头小公园开布区 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开布区之一 呈环形放射状格局的街道上 建有大片骑楼群 习近平步行查看街区风貌 听取当地开展开布区修复改造 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育活化等情况介绍 当地群众和游客们见到总书记来了 争相围拢上来 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祝大家所愉快 健康幸福 习近平强调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快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越是这样 越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 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 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 要引导人们认识到 汕头经济特区的今天来之不易 从中感悟党的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暴露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 同大批新系乡子 新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到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今年是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我特地来汕头经济特区考察调研 就是要向国内外宣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将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 奋发有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切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丁薛祥 刘鹤 陈希 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0月15号至16号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许又生一行立善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就进一步做好侨的文章 引导和激励海外华侨 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 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开展调研 在小公园开布区 徐优生一行沿着总书记靠查德基 参观了汕头开布文化陈列馆和桥匹文物馆 深入了解汕头开布历史 经济特区发展成就 以及桥匹历史和潮汕华侨文化 崇温总书记关于加强海外华侨工作 团结广大海外华侨 共同实现中国梦的尊尊教诲 随后 徐优生一行来到华侨经济文化合作饰演区 实地查看亚新会场馆 人才大厦和汕头城市发展与产业展示厅 并来到华文教育直播基地 现场观看在线授课 通过远程连线 与泰国潮级侨领和华文学校师生 进行了深度交流 在展期间 徐优生一行还考察了汕头市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基地 城海区龙都镇前北村 以及有关桥资企业 徐优生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加强调查研究 从汕头实际出发 聚焦进一步激发桥乡资源优势 拓展新思路 打开新视野 开辟新路径 团结广大海外潮级华侨华人 投身家乡和祖国 建设各项事业 同源共享中国梦 以更大魄力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以新担当新作为 开创汕头经济特区工作新局面 市领导马文田 郑建哥 陈立文 陈宇航参加相关活动 10月13号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到汕头小公园开补区考察 查看人文历史风貌 同市民群众亲切交流 勉励大家携手努力 共同奋斗 建设好美丽家园 让广大干部群众备手鼓舞 大家表示 要牢记总书记嘱托 分力建设更加辉煌的明天 今天是周末 天气晴好 小公园开布区 迎来了人流高峰 不少市民重走总书记 在善考察调研路线 重温总书记的针针教诲 这位86岁的老人家 从小在小公园长大 今天也带上老伴 来到小公园参观 把这人连来那个样子 整个城市就发跃起来 玉淮初级中学组织了100多名学生 来到小公园开布区 开展研学活动 总书记的话 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呢 我们是叫做见碗吃来再出发 让我们的学生了解一下 我们汕头的这个文化 我们开布的文化 来学习我们习种的这种精神 都是我们平常在课本里面见不到的 市民和沿街商户回忆起 习近平总书记靠插师的热烈气氛 心情久久未能平静 那个道路都快挤了 走不通了 自从那个习主席来到我们小公园 这里视察的时候呢 他们也放弃了他们 一些很多老人 他们对那个老习重新的认识跟记忆 很多人呢 连夜都感到那个老师兄来 自己去参观啊 走走啊 都是喊着主席你好 你好 感到人家 差点流眼泪了 看到主席来到我们驿站门口的时候 听着主席的发言 我们感到很激动 特别的心情 特别的澎湃 这是给我们一种鼓励 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把志愿服务做得更好 很激动 也很受鼓励 这是对我们特期的一种鼓励 也指引我们要继续的做好我们这个改革开放 非常的激动 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我现在都激动的说不出话来这种感觉 听了习总书记讲的话的话 我真的是备受鼓舞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 我会将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牢记心中为汕头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心情很激动 在这个绝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这个工作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习主席走到我们小公园开副区 他特别的和蔼可亲 这个也对我们朝上地区的我们朝广大海外侨胞的这个奋斗史 对我们朝上地区的文化 对我们朝上人的这个特性是非常的了解 我们作为这个现在的特区的建设者呢 我们一定要劳住习总书记的这方讲话 以这一次呢这个特区建设 开放建设40年呢为新的起点 我们要更加的奋花有为 我是秦国政党代表 两年前我有幸在人民道会堂 聆听习总书记在讲述跟我们 讲述他40年前来到汕头 跟朝上人民结下这种奄言 然后今天呢他亲自来到我们汕头现场 为我们朝上人民鼓气加油 这个真的是令我们令人非常的感动 我们要更加努力去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 做好带领团队做好技术创新 下午习总习也有来这里来过啊 所以我在这里留恋一下 希望城市越来越好吧 今年是汕头开部160周年 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10月13号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汕头考察调研 第一站就来到汕头开部文化陈列馆 了解汕头开部历史 设立经济特区以来的建设发展情况 魏总书记进行讲解的 是90后的讲解员黄少彦 一百多年前汕头的大门被外国人强行打开 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 汕头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 在开部馆黄少彦向总书记讲述了从1860年到1980年 再到2020年汕头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的发展历程 总书记来的时候 第一部分我们向他介绍的就是汕头名字的由来 他当时就在这里留步比较久 主要是了解汕头这个名字的由来 因为潮汕铁路是我国第一条由华侨创办的铁路 所以总书记当时就问到说 那1906年正式进通车之后 那后来又被摧毁了 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然后我们就回答说 当时我们在1995年广媒汕铁路的开通 才再次圆了火车梦 对 他有提问到这个问题 说明他对潮汕华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块是非常关心的 在开部馆 总书记着重了解了汕头基础设施建设 华侨投资建设 以及特区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在总书记的这一次参观过程中 其实他更加关注的就是华侨这一块 华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桥乡 桥兹 对汕头做出的贡献这一块 他是更加关注的 以及其实总书记对汕头历史这一块 他也有非常多的了解 对黄绍燕来说 能够代表开部馆 代表汕头 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 是他莫大的荣幸 作为展馆工作者 黄绍燕表示 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尊尊教导 加强学习和研究 进一步了解潮汕文化 和汕头开部文化 当好文化传播者 在结束讲解之后 送总书记上车前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小姑娘你讲得很好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这句话会影响到我 今后的生活 我觉得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要充实自己的知识 尤其是汕头历史这一块 然后更好的去讲好汕头故事 去伸展汕头的文化 刚刚完成改造升级的汕头市 开部文化陈列馆 开放了三层楼 第一层陈列的是 汕头开部之后的历史 第二层陈列的是 辛亥革命以来 汕头城市发展情况 第三层楼陈列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 汕头的经济发展成就 近期该馆将向市民群众 免费开放 与开部文化陈列馆 隔街相对的 是全国第一个乔批文物馆 10月13号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乔批文物馆 乔批文物馆馆长林希 向习近平总书记 介绍汕头的乔批文化 总书记对乔批文化的关注 让林庆熙倍感激动 75岁高龄的他表示 接下来要继续坚持做好 乔批文化的收集研究和传播工作 在乔批文物馆里 习近平总书记详细地查看 馆内的乔批和物件 以及相关的文字介绍 并重点了解潮汕侨胞 新系家国故土 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的历史 我跟他讲是 我们乔批是国际汇票之源 我们乔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 早就有他的一席之地 总是平平点头 他也详细地询问了 清代的这个桥批是如何操作的 书记在那个移民飘洋过海 这些历史图片 他每一幅都仔细去看 他很关心这些华球照片 汕头桥批文物馆是由原中国银行汕头分行就职改建而成 潮汕化将信称为批 桥批又称银信 是海外乔包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 2013年6月 桥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在构成桥批档案的约17万份桥批中 来自广东三大桥乡的达到16万件 其中潮汕桥批就有十多万件 那个善养卷术 是我们家庭生活的生命项 危机感情 就是我们之间的纽带 而从这个再扩展下去 它可以桥批所产生的桥汇 投资新业 还可以公益慈善 在中国人民的几次伟大的革命斗争里边 桥批海外的华球 要通过不同的方式 支援了祖国 总结桥批文化大概就是16个字 是不是 城市守信 江湖奋斗 容易开拓 心迹三子 这也是我们在收集整理 研究桥批的桥上桥批的过程里边 从那批信里边所浓缩出来的 对于从事桥批文物工作多年的 林庆熙而言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的考察意义非常深远 这也是对他长期工作的一种肯定和鼓舞 也激励着他和其他桥批文化工作者一起 当好历史碎片的打捞着 总是去了 传达学习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号召城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 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传达到一线的职工群众中去 深入践行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新担当新作为 为汕头的工会工作再立新工 这一名工会的党员干部又沉势而上 发扬港传港式港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融入到我们工会的具体工作当中去 我将警记习总书记的嘱托 爱港敬业 忠一职守 团结和引领全市广大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拥抱传的精神传的镜头干的作风 昨天上午市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会议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 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找准特区检察人的定位 以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实际 为汕头改革开放再出发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我是特区同龄人 跟时代一起成长 作为一名检察干警 我一定要提升自身素质 把敢传敢事 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融合到检察工作当中 为家乡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作为一名特区检察人 我将起而行之 勇挑重担 感恩奋进 积极投身特区检察事业 为开创上头经济特区发展新局面 做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到上头考察 令精平区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和鼓舞 大家表示 将借鉴和用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积累的宝贵经验 举改革起走开放路 打创新牌 推动精平区 在新时代汕头经济特区建设中 展现担当走在前列 精平区将重点围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落实新发展理念 全面深化改革等重点方面内容 结合深善深度协作契机 开展一批针对性强 意义重大的调查研究 为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提供治理支撑 总书记清零小公园开部区 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作为小公园开部区保育活化工作的参与者 我们倍感荣幸 也深受鼓舞 我们将牢记习总书记鲁托 还有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对片区的骑楼建筑群进行修缮的同时 注重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 延续城市文脉 让历史与丹带相得益彰 在小公园开部区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查看街区风貌 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 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 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 这让蜀地街道居委的党员干部 感到十分激动和振奉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带领街道全体党员干部 大胆创新 奋发有为 以闯的精神 创的尽头 干的作风 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积极地推进开部区建设 精平工业园区是广东省 14个重点民营科技园之一 园区形成印刷业 印刷与包装机械装备制造业 输配电控制设备制造业 等七大特色产业 园区将以思想破冰 引领改革突围 做强做大产业经济 精平工业园区接下来又做好 节约集业用地 创新引领和招商引资商篇文章 利用好上头与深圳两次 和家副中心深度学作的契机 把向发力 招大影墙 争取引进一批大企业 好落后精平区 进一步往上产业链 提升产业层次 壮大产业基金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 副市长李宇带队 到广东帮保制衣玩具 集成富佑用品 高新区德新实业等企业 调研我市广交会参展企业 线上参展情况 调研组强调 相关部门要积极为企业排油解难 推动参展企业借助广交会 线上平台 拓宽销售渠道 企业要加强高科技产品研发 加快转型升级 利用线上模式让产品走出去 禁止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公安局 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9月份 我市炼江流域水污染整治进展 及水质变化情况 今年1至9月 我市公安机关共查处 炼江流域环境污染刑事案件25宗 刑事拘留42人 伤亡追逃4人 逮捕47人 例行政案件51宗 行政拘留99人 发现违规企业36家 通过持续整治 有力地促进了炼江水环境 持续改善 今年9月份 炼江海门湾桥渣国考断面 达到地表水五类标准 今年7月以来 炼江流域各重要支流 主要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林月浓度 均值均达标 市公安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 成立两个暗房组 分别进驻朝阳区和朝南区 不间断开展暗房跟踪 随时随地精准打击 切实做好云头管控 记者从市文化访电 旅游体育局获悉 第14届广州省艺术节 将于今年11月下旬举行 全省共有28部剧目参加中旬演出 国市申报的潮聚 秘密交通站秀虎助选其中 三年一届的省艺术节 是全省最高规格的艺术盛会 也是全省各式 展示艺术创作成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秘密交通站 是以汕头秘密交通站 史实为基础 创牌的革命历史题材潮剧 秀虎则描述三国时期 曹植曹丕的故事 重现曹植七部城市 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情景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你可以关注汕头新闻的微信微博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